台湾大妈抢着换日币 央行总裁彭怀南才呼吁大家要理性 今天又开口证实了 日本旅游和日系车等商品确实都有降价 不过立委再请彭总裁开市 说国际金价走跌 台湾大妈可以买进黄金吗 彭怀南则是回应 黄金波动是美债的三倍 报酬率反而低 因此是风险性很高的产品 才呼吁台湾大妈抢日元要理性 央行总裁彭怀南再开口证实日货有降价 同时市井投资黄金之前切记三思 黄金是一个高风险的资产 今天跟美国债券比起来的话 黄金价格的波动幅度是债券的三倍 黄金的报酬率原低于美国的债券 国际金价走跌 13号黄金现货盘中最低 每盎司1156美元 从2011年高点1920美元来看 大跌将近四成 金价会不会续跌 彭总裁口风很紧 没法打资的米亚 因为它的报酬率很差 还可以再拨吗 这个我没办法 这个我没办法 话锋一转护港通倒数计时 香港宣布原本兑换人民币 一天限两万将取消门槛 香港居民换人民币无限量 台湾央行目标跟进 我们的外交局局长 还在跟对方联系 我们希望能够同一时间换框 换框以后应该 你们评估过 有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应该不会 彭总裁积极争取 17号跟香港同步取消人民币限额 信心满满表态 成功几率应该很高 东森财经新闻春雨方 沈玉腾 泰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